好 弟兄姊妹 安息日平安 今天是西伯来尼的 5月22日 这个星期的 这个帕老虾 叫帕老虾 AKF 这个星期 出现了 一节相当有名的经文 那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重点 什么经文 致命纪八章第三节 大家看屏幕 让你知道 因为 并不是 在食物上 单独在食物上 人 能够存活 而是 在 在耶和华嘴里出来的 能够让人活着 这节经文相当有名 对吧 这个一般我们中文的简单版的翻译 使你知道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 耶和华嘴里 所出的 一切的话 那这节经文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 简单自念成 什么意思 人活着如果你只知道吃饭 对不对 那么和动物没有区别 对不对 那么今天我们 绝大多数人活着的目的是为了吃好 玩好 为了吃 满足自己的食欲 或者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吃 对不对 吃喝 玩乐 那么如果你 你的生命的目的是为了吃 为了吃喝 那你和动物没有任何区别 对不对 都是按照你的本能 去行事 那你和动物有什么区别 对吧 那么如果 或者说人与动物的本质的区别 在于人有自由的意志 可以选择 去认识神 听神的话 简单自明成 那么隐身成呢 什么意思 植物 提供身体的养分 神的话 神的话 提供灵魂的养分 两者 缺义不可 对不对 一方面你要吃饭 另外一方面 你要学习圣经 对吧 那么 有物质的 有精神的 有精神的 良者 缺义不可 要隐身成解经 第三层 寻找成解经 谁是神的话 弥赛亚是神的话 耶稣基督是神的话 道成肉身神的话 对吧 人活着不单单是 吃食物还要靠耶稣基督 就是靠 就遵守神的诫命 因为神的诫命 是弥赛亚 叫寻找成解经 那奥秘成呢 奥秘成解经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 就是神 约翰福音 一章第一节 神的话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叫道 就是说话 神通过说话 首先创造了天地 但同时通过说话 维持天地的存在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天地 仍然存在 是因为神 仍然 继续在 说话 如果神停止了说话 那么所有这一些被造之物 瞬间消失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能够存在 是因为神 仍然 仍然 在说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研究一下 食物 那么在了解这个食物的本质以前 我们必须要分享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神创造天地 他有一个基本的次序 或者说有个基本的 模板 什么模板 神创造天地 创造万物 创造一切 他的模板 他的次序 他的规则 叫层层叠加 他就好像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的 那么任何两层 都是一个相对的关系 都是一个相对的内在与外在的关系 对不对 那么只要是内在的 就是属于光的概念 而外在的 是一个器皿的概念 对不对 反复的 一层一层的叠加 重叠 那么一层一层的 下降 里边的相对为光 外面的相对为器皿 所有的创造 这些概念 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对吧 所以说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亮光 器皿 在希伯来文叫什么 叫凯利 凯利 叫器皿 它的数字等于六十 那么创造天地的第一步 源头是什么 是耶和华 对不对 那么耶和华的数字 我们大家都知道二十六 对吧 Yu K Va K 二十六 那你说OK 源头是耶和华 那么创造的第一步 是干嘛 那么耶和华相对 于创造是光 对不对 那么他创造的第一步 必须要有一个器皿 那么耶和华进入器皿 那就是二十六 加上六十等于多少 八十六 八十六是神的数字 Elohim 对不对 所以说神的概念 或者说神的名字 Elohim 是耶和华的器皿 这个概念并不是我发明的 这是拉比的解经 神的名字 神的名字 最属灵的是耶和华 而和耶和华搭配 作为耶和华的器皿 是Elohim 好 那你说OK 那Elohim 再给他加一层外壳 加一个器皿 是什么概念 Elohim 八十六 你说加上六十等于多少 一百四十六 正好等于Olan的数字 那么Olan这个概念 我们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Olan 创造界 世界的概念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称为Olan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 Olan Olan 世界的主 宇宙的主 现在世界 将来世界 Olan Haba 世界创造界 一百四十六 是神 进入器皿 你说这个世界进入器皿 是什么概念 一百四十六 加上六十等于多少 二百零六 正好是什么 是化的数字 太处有道 迪贝尔 迪贝尔 化的意思 对 化 说化 那么神创造天地通过说化 化的数字 等于二百零六 你说这个说化相对为光 它进入器皿是什么概念 二百零六加六十等于多少 二百零六 正好是 神的作为 神的工作 神的作为 神的话 穿上衣服 进入器皿 就是神的作为 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神的作为 都是神的话 的器皿 你说我看不见神的话 你能看见这个宇宙的运行 那就是神的话 对不对 都是一个光和器皿的概念 你说OK 那神的作为 再进入器皿 等于多少 三百二十六加六十 等于 二百零 二百六十六加六十 等于三百二十六 等于 三百八十六 耶税 耶税 的数字 圣灵 进入器皿 就是耶稣 对吧 所以为什么叫童女 凭做圣灵 怀孕生子 成为地上的人 地上的人就是器皿 对不对 就是器皿的概念 彌撒亚到地上来干嘛 做耶和华的工作 做父亲的工作 对不对 我到地上来 是做父亲的工作 马赛 耶和华的工作 数字四百四十六 你说耶和华的工作 再进入器皿 是什么概念 那就四百四十六 再加六十 等于多少 五百零六 马赛 哈 是神的工作 看到没有 耶和华的工作 加上器皿 就变成了神的工作 马赛 哈 你说神的工作 再进入器皿 是什么概念 神的工作 马赛 五百零六 加六十等于多少 五百六十六 不多不少 抠 耶和华第一次来 约瑟的儿子 再进入器皿 是什么概念 五百六十六 再加六十 加入器皿 等于多少 六百十六 不多不少 抠 耶和迪 以色列 所有以色列中的犹太人 对不对 以色列 有一个部分 是一个集体的概念 是一个集体的概念 在以色列人当中 有一个部分 是犹太人 那么这是弥赛亚 约瑟的儿子 加上器皿 对应的是犹太人 你说犹太人 再进入器皿 什么概念 六百八十六 再加六十 等于七百四十六 不多不少 等于六百八十六 说错了 六百八十六 六百二十六加六十 等于六百八十六 不多不少 什么意思 Rav Talmit Nabi 和门徒 对不对 犹太教 的本质 就是一个 拉比和门徒的关系 拉比教导门徒 Rav Talmit Rav Nabi Talmit 门徒 数字六百八十六 你说 拉比和门徒 再给我进入器皿 是什么 六百八十六 再加六十 等于七百四十六 正好是基督教的数字 Natsalus 七百四十六 那么这个亮光是我们这个星期发现的 从最初的创造 耶和华 经过反反复复的这个七名以后 最后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就成了基督教 Natsalus 七百四十六 好 接下来 有了这个概念以后 你会发现 所有的创造的 受造之物 都有内在的光和外在的器皿 的区分 最简单的比方 人 人的器皿是身体 人的光 是灵魂 那么食物也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 所有的食物 它都可以分为内在的光 和外在的器皿 那么 我们可以首先把食物分为两个层面 物质的和属灵的 在物质的层面 食物内在的光是什么 是它的营养 对不对 什么碳水化合物 什么糖分 什么脂肪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是营养 那么营养 是食物的光 哪些是营养 能够通过人的消化系统 把它完全吸收的 是营养 那么吃任何东西 总有一部分不能被吸收 对不对 那么这些不能被吸收 被消化的 就叫肺料 那么这些肺料 通过我们的消化系统 把它排出体外 那么这是在物质的层面 食物 食物 能够被消化的 是它的光 不能被消化 必须要排出去的 是它的器皿 好 那么这是在物质的层面 那么在属灵的层面 对不对 我们今天的创造界是善恶掺杂 食物也是一样的 它属灵的层面 也是善恶掺杂 那么 食物里边属灵的成分 叫圣洁的火花 西伯来文叫 尼凑齿 而它 饿的部分 就是火花的 外壳 西伯来文叫 可利帕 那么这部分是食物属灵的部分 你人是看不见的 但它是存在的 就好像你的灵魂一样 对吧 你灵魂也有善也有恶 对吧 灵魂的善 叫好人 恶叫恶人 对不对 食物也是一样的 食物属灵的成分 也有好的部分 那叫火花 尼凑齿 不好的 叫外壳 克里帕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 拉比的传统说 人吃饭的目的 是为了不让 灵魂离开身体 那么 在人的灵魂 投胎以前 对吧 在人的灵魂进入人的身体以前 那么灵魂怎么样 获取养分 灵魂在天上获取养分 就好像天使一样 他直接 吸收 神的光 当灵魂投胎以后 进入了身体 就被身体给阻隔了 多了一个屏障 灵魂就不能够直接吸收神的光 那怎么办 那灵魂的养分怎么来 只能通过食物 间接的 吸收神的光 对吧 所以说 食物 它有两部分 它属物质的部分 是给身体提供养分 它属灵的部分 是给灵魂 提供养分 对了 那么这一切都是因为 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素的果子 从此形成了善恶的掺杂 那么圣洁的火花跌落 被外壳包裹 那么 形成 食物的光 那么食物的光 在进一步的被物质 的 养分 对吧 把这些香味什么 矿物质 脂肪等等等等 包裹 形成食物 那这就是食物的构造 食物的构造 那么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 为什么人要吃饭 对吧 其实人没有必要吃饭 对不对 如果你需要养分 这个养分 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给人 没有必要吃饭 对吧 为什么要吃饭 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在物质的层面 人吃饭 是通过消化系统 将食物的营养 这代表善的部分 与食物的肺料 代表饿的部分 把它分开 分离 消化系统的目的就是将食物 把它分解开 对不对 让人的消化系统可以吸收营养 排泄 排泄 废料 那么在属灵的层面 人通过食物 进食 将圣洁的火花 和外壳 分开 对不对 所以说人吃饭有两个目的 在物质的层面 是为了吸收营养 在属灵的层面 是吸取火花 吸取火花 什么火花 圣洁的火花 那么人如果通过正确的进食 正确的饮食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吃那些不能吃的 那是洁净的食物 牛肉 羊肉 鱼肉 鸡肉 鸭肉 等等这些可以吃的 以及你在进食的时候 使用你的意念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将 食物里边 所包含的圣洁的火花 将其 捕获 释放出来 让它吸附在你的灵魂上面 那么你就会将圣洁的火花 和外壳 分离 那么外壳 离开了圣洁的火花以后 它就会附在食物的废料上 那么一统 一起被排出体外 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的人 只知道在物质的层面的分离 将营养和废料分开 但是卡巴拉告诉我们 不单单在物质的层面有这个分离 在属灵的层面 也有一个分离 将火花 分离出来 与人的灵魂 吸附在一起 将外壳 分离出来 和食物的废料 吸附在一起 形成 分化 那么 当 被困在食物里边的火花 被释放出来以后 它就会附在人的灵魂上 那么人 接下来 学习 托尔阿 行出 诫命 就会让吸附在他灵魂上的圣洁火花 得到提升 神 回到圣洁火花 在跌落以前的 源头 那就是神 就回到了神的源头 如果你考察数字的话 火花 火花 火花的西伯来文叫 火花的西伯来文叫 可以通过 可以通过人的食物 被人的灵魂 获取 吸附 提升 灵魂 恢复到 跌落以前的源头 就是 就是 灵魂 从最低的 叫矿物质 接下来 叫植物 接下来 叫 动物 最高端的是 人 四个王国 这些跌落的火花 必须要经过 这四个王国 最后通过人 也就最后的一步是通过人 将所有的火花 获取 提升 回归 到神那里去 那么你可以发现一个规律 人吃饭 其实 是将三个王国 把它合一 对不对 所有的荤 术搭配 荤 对应的是动物王国 术 对应的是植物王国 那矿物质呢 矿物质 获取 火花 是通过 盐巴 对不对 所以说烹饪任何食物 最基本的 最重要的调料 是盐 任何食物你不能离开盐 不管你吃什么 对不对 你最简单的 就是说如果你 这个烹饪食物 你什么都不放 你必须要放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盐巴 盐巴 是食物当中最重要的调料 那么盐巴 就是矿物质王国的代表 对不对 盐巴里边 就隐藏了或者说包含了 矿物质的 圣洁的火花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圣经称其为盐约 对不对 在这个 在立位记 讲到这个献祭的时候提到要放盐 那么圣经称其为 Milach Vrit 盐约 盐的约 神和盐的一个约 什么约 通过人吃饭 提升 困在矿物质王国里边的火花 所以盐是相当重要的 矿物质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我们继续分享 好 大家休息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 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 四大王国 那么四大王国 这是一个拉比术语 对吧 拉比术语 那就是西伯来文 西伯来文就可以研究数字 对不对 那么这四个王国的名称的西伯来文叫什么 所谓的矿物质 它的西伯来文叫Domain Domain 其实并不是矿物质的意思 它Domain 是无声者 不说话的 不能发声 对不对 矿物质 它不能说话 不能发声 所以说叫Domain 而植物的话呢 这个拉比术语叫Tomeach Tomeach 就生长的意思 那么植物的特点是生长 生长力特别强 对不对 这些植物 你把它 这个从地里边拔起来 只要有土壤 有水 它就能够生长 生长力是相当强的 对 那么动物是不一样的 你不可能把动物的头 头砍了 把它 这个放到这个土里边 那个动物会仍然活着 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说这只有植物可以 所以说叫生长者 是什么呀 那动物的话呢 叫亥 亥就是活物 生命 生命的意思 那么人的话呢 很有意思 那么拉比传统也好 这个卡巴拉也好 认为人 最大的特点 是说话 对 和任何神的 这个受造之物 人的这个特点 和所有的活物 和所有的动物植物 矿物质 区分出来 是因为人可以说话 可以说话 是因为他有灵魂 对吧 灵魂可以说话 对吧 所以说这个人 被称为 美达贝尔 说话的人 说话者 那么令人震惊的是 前面三个王国的数字 正好等于火花的数字 火花的数字 是246 对不对 这个无生者 Domain 生长者 Tomeach 活物 亥 它的数字 之和等于246 火花的数字 你臭字 而同时 246 又是最后一个王国 最高层的王国 人 说话者 美达贝尔 美达贝尔 的数字 246 相当令人震惊 对不对 所以说就知道 神创造天地 食物 让人进食 吃东西吃饭 他的真正的目的 是提升 是提升 圣洁的火花 你臭死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进一步的 再一次回到 这个经文 生命纪 八章 第三节 这节经文 那么这节经文 里边 这个 这个 出自耶和华的口 这个三个单词的意思 这三个单词的数字 这三个单词的数字 等于253 253 是22的三角数 对吧 1加2加3 一直加到22 等于253 而22 总是代表 西伯来文的 22个字母 对吧 也就是说 从耶和华口里边 出来的是 西伯来文的 22个字母 这就是为什么 在拉比传统 卡巴拉解经 说 神创造天地 通过说话 神说话 是说什么话 西伯来文 对 西伯来文 22个字母 是创造天地 是创造天地的基因 对 这个以前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 对 那么所以说 你现在就把这两个概念把它连接起来了 联系起来 神通过说话 创造天地 创造天地 创造天地是通过22个字母 对吧 好 那这个经文里面还有文章 第二个单词 Hody Aha Hody Aha 你知道 这个单词有两种评法 对吧 有的版本 中间没有这个U的 有的版本中间有这个U的 有U的也好 没有U的也好 那么都不影响发音 因为这个U的发音就是E的音 对吧 所以说叫Hody Aha D 这个音没有改变 但是有U的和没有U的 它的区别在于哪里 在语法上是没有区别的 在数字上有区别 对不对 如果你去掉了U 那么 你知道 这个单词加上出自耶和华的口 对吧 叫做Hody Aha Motsha Fih 阿都内 那么这两个词组 它的数字就等于358 弥赛亚的数字 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弥赛亚 出自耶和华的口 弥赛亚是耶和华的话 弥赛亚是耶和华的道 这个道 这个道 就是出自于他的口 他在说话 弥赛亚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发现 那么如果我们考察 这个经文里边的这部分单词叫 使你知道 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这个经文 123456789 9个单词 这9个单词 它的数字 等于83乘以8 等于664 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要突出这个数字83 对吧 这个经文为什么 是83乘以8 因为83 是同一个经文里边 两个关键概念的数字 第一个关键概念叫 那食物 哈雷恨 对吧 中文把它翻成食物 这个词叫面包 那面包 那饼 那么这个单词 等于83 它的数字等于83 而人活着 以耶和阿当 人活着的数字也是83 看了没有 也就是说那食物 让人活着 关键是那食物是什么食物 对不对 那么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 既然出自耶和华的口 是西白文22个字母 253 出自耶和华的口 的数字 加上22 等于275 再加上饼 食物 那食物 对吧这个地方 还是把它称为那食物 这个比较好一点 免得大家 怎么突然出现饼了 那食物 83 加上以后 再一次等于358 弥赛亚的数字 所以说 弥赛亚是耶和华口里出来的食物 弥赛亚让人活着 所以说马太福音四章第三节 到底世界里边有这么一节经文 那试探人的就傻蛋 静下来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住说 人活着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 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 那么这节经文 给我们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食物 等于耶和华家儿子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这个概念 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最简单的表述 1212等于52 26加上52等于78 正好是食物的数字 那很 面包 饼 对吧 所以说面包等于耶和华家儿子 或者说面包等于耶和华乘以3 耶和华乘以2 是儿子 耶和华乘以3 等于食物 对吧 所以说耶稣 就是耶和华口里出来的话 那这个概念 其实也隐藏在 我们今天的这个妥华的经文里面 如果你考察经文里面的最后123456 六个单词 这个经文后面的最后六个单词 什么写的 叫Komo Tafi Adonai 所有出自耶和华口中的话 让人活 这个经文的数字等于386 不多不少 是耶稣的数字 对不对 再一次给大家通过数字 通过希伯来文 证明了 生命纪里面提到的 耶和华的话 面包 饼 食物指的是耶稣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 和这个也是在这个星期 这个帕拉夏里边出现的概念 叫马拉 马拉的一个奥秘 那么以前给大家分享了很多马拉的奥秘 那么这个星期再分享一个新的奥秘 这个奥秘是来自于 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拉比 叫Hassam Sofer Hassam Sofer 相当有名的一个拉比 他解释 他怎么说 他说 当以色列人走旷野的时候 天上降下的马拉 其实 是迦南的果子 尚未下降的光 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说 地上所有的食物 果子 对吧 他都有两个部分 属物质的部分和属灵的部分 物质的部分 当然是从地里面长出来的 那么属灵的部分 从天上降下来 那么地上所有的果子都是一样的 和人一样 对人的身体来自于这个这个成土 人的灵魂来自于天上 一个概念 但是在当以色列人走旷野的时候 本来应该下降到迦南的果子里边的光 被拦截了 被神给拦截了 直接给了 所以说 所以说当时加兰地的果子 它没有光 只有外壳 对吧 所以说当时的果子 是大的出奇 那么约书亚和迦勒是这样说的 在明书记十四章第九节里边有这样一些经文 但你们不可背叛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并且应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他们 为什么经文说加兰地的居民是以色列的食物 因为加兰地的居民吃的是马拉的外壳 而以色列人吃的是马拉的光 所以说当以色列人进入加兰地以后 天上的马拉就停止了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以色列的果子就开始正常的生长 因为它有了光了 在这以前没有光 所以说就发的很大 对吧 那么所以说在走困野四十年 以色列人吃的马拉没有具体的形状 为什么 因为它是光 形状是器皿的概念 对吧 而加兰地的果子大的初期 为什么 因为它是器皿 它里边没有光去凝聚它 它就长得特别的大 因为里边没有这个凝聚力 对吧 那么 塔玛德在Yuma75A里边 有一个解经说 这个马拉可以被身体的二百四十八个肢体完全吸收 所以说吃马拉不会有任何排泄物 对吧 对吧 以色列人 四十年走矿也不用上卫生间 不用上厕所 他没有排泄物 因为马拉是光 没有器皿 没有外壳 能够被灵魂完全吸收 不单单被灵魂吸收 也被身体吸收 对吧 或者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拉比达没有讲 它先被灵魂吸收 然后灵魂再供养身体 那不管怎么样 是完全的吸收 没有任何的废料 废物 为什么 因为马拉 是光 所以以色列人四十年在矿里没有 不用上洗手间 不用大便 但你说OK 这个经文里面好像也提到他们要大便 生命纪二十三章十四节 在你器械之中 当预备一把锹 你出营外便利以后 用你残土转身掩盖 你说这个地方 那岂不是暗示了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 他也要方便了 对了 要不干嘛用去残土把它埋了 那这个其实很好回答 很好回答 为什么 因为你不要忘了 以色列人尽管四十年吃马拉 但同时也吃其他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献祭 对不对 献祭献了四十年 献什么祭 献祭里面有肉 牛肉羊肉 对吧 这些东西 以色列人也吃 那么这些东西它不是马拉 对不对 所以说它肯定有废料 所以说 以色列人如果在旷野里边 要排泄 那不是因为马拉的原因 那是因为献祭的牛羊肉 对呀 马拉是可以完全被吸收的 所以说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 我们知道这个吃食物就是不简单的 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这个 让身体这个吸收营养 这个比这个吸收营养更重要 对不对 是为了释放食物里边的火花 那接下来我们的问题是 怎么样释放 对吧 这个怎么样才能够把食物里边的火花给释放出来 答案是什么 饭前饭后的祷告 对不对 这个饭前饭后的祝福的祷告 是释放食物里边的火花的关键步骤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个星期 这个妥华里边 又出现了另外一节相当重要的经文 生命记 第八章 第十节 大家可以看屏幕 所以说 为啊好他 你要吃 为啊好他 为啊好他 你要满足 因为他将那美的土地给了你 那么这节经文是相当的重要 对不对 前面三个单词 你要吃 你要满足 你要饱足 你要满足 你要祝福 你要祝福 三部曲 对你先要吃 接下来你要吃饱 最后你要祝福 对吧 那么从这个地方 这个拉比就知道了 这个吃完饭以后祷告 祝福祷告是一条诫命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一般我们 这个传统是喜欢在饭前祷告 对不对 但吃饭以前祷告 还没有吃饭以前 先祷告 这传统 但这个传统 其实在土耳里边没有诫命 土耳里边明确给出的诫命 是吃完饭以后 而且你要吃饱了以后 你才祝福祷告 如果你没有吃饱 不用 对不对 吃饱 很饱足 如果你吃了以后 肚子仍然是饥饿的 那么你不能祝福 你必须要吃饱以后 对吧 那么拉比从这个地方 学到了一条诫命 那你说OK 那么这个地方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吃饱 对吧 怎么个定义 对不对 第二个什么叫做吃 吃什么 所有的吃的东西都需要祷告吗 还是说 有一定的定义 对吧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 这个土耳的诫命 是饭后祷告 但我们的传统 不管是犹太人 他们也是在饭前也要祷告 这个基督教 基督徒也喜欢饭前祷告 那饭前祷告该不该 那么其实 那么这个地方有拉比的答案 我们来学习一下 第一个问题 你要吃 吃什么 吃面包 那么拉比对这个诫命的领受 就是说 你要吃这个地方 必须要吃到面包 吃到饼 吃到 对吧 严格意义上说 你如果你中国人吃米饭 你都没有必要祷告 不用祷告 按照这个土耳的诫命 那叫米饭 对吧 你没有吃饼 要吃面食 对吧 Lichem Lichem是小麦 小麦做的饼 面食 这是第一个概念 如果你吃一顿饭 你没有吃面包 吃的是肉 青菜 如果你吃的是米饭 按照拉比的解析 你都不用去祝福祷告 因为你没有吃到饼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 要吃多少 要吃饱足 什么叫饱足 那么这个地方拉比有个哈拉哈 相当有意思 拉比的哈拉哈怎么样定义 要吃多少 要吃鸡蛋 要吃鸡蛋 那么大一块 如果你吃的面包 有鸡蛋那么大 或者说 有无花果子 那么大一块面包 你就必须要祝福祷告 如果你吃的面包的 这个大小 尺寸 小于 一块鸡蛋 你就吃了一个 一个一个糊豆 豌豆那么大一块面包 不用祷告 那在拉比的哈拉哈 那么在这个地方 在唐木特里边 其实有一个相当有趣的一个解经 对吧 唐木特里边有个什么 有趣的解经 那么这样写的 天使来到神的面前说 你干嘛那么恩待 这个以色列人 对吧 神应该是不偏待人 你自己的圣经里边说 你不偏待人 你不偏待人 那么应该是所有的民族 对 你看这个天使都会说话 多会提问 天使挑战神 说神你不公平 你圣经里边你说 你不偏待人 你既然不偏待人 为什么你那么喜欢以色列人 对吧 其他国家的人 难道不是人吗 对吧 这天使的提问呢 神怎么回答 神说 在我的土耳里边说 他们要吃饱足 才祝福 耶和华 对吧 我的土耳里边说 人要吃饱足了以后 必须要祝福耶和华 这个以色列人怎么给定义的呢 他定义你吃了鸡蛋 或者无花果大小的面包 就给算作饱足了 对吧 你看这么好的一个人 我当然爱他了 言下之意什么意思 就说 这个饱足 你如果就吃鸡蛋那么大的面包 你能吃饱吗 吃不饱 你就吃无花果那么大一个面包 你能吃饱吗 吃不饱 你既然没有吃饱 你没有必要祝福祷告的 但是以色列人 就吃了鸡蛋那么一点点小面包 他就愿意祷告 你说这样的百姓 我喜不喜欢 这是这个塔木的里面 这个神的回答 对天使的回答 这意思就是说 这讲律法的字句 律法的经义 按照律法的字句 对吧 我要吃这个面包 我要看 我必须要超过鸡蛋那么大的面包 我才祝福祷告 如果这个大小 或者我没有吃饱 我不用祷告 但是以色列人 把这个 以色列人把这个 把这个诫命 这个哈拉哈 定得相当的 这个 慷慨 对吧 这样律法的经义 稍微吃了那么一点点 也要感恩祷告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好 那么 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那第三个问题 对不对 这个饭后祷告是诫命 那饭前祷告不是诫命 那为什么饭前也祷告 那比怎么回答 比较典型的叫 Cova Homer Cova Homer 叫轻重 轻重什么意思 那比回答说 这个你吃饭吃饱了以后 土耀说你需要感谢祷告 吃饱了 如果吃饱了以后你需要祷告 那你在吃饭以前在饥饿的状态下 那是更需要祷告 对吧 如果你吃饱了以后 你要感恩 那么你在没有吃饱以前 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 马上就可以吃了 你更需要祷告 这个意思 对吧 尽管Tora没有挑明 你在吃饭以前要祷告 但是那比说 你吃饭的时候 吃饭以前更需要祷告 因为那个时候你更饥饿 照理说吃饱了以后就不用感恩了 对吧 一个人如果饱足了 富足了 他不会这个祈求 对吧 你什么时候祈求 你需要的时候 你没有吃饱的时候 你饥饿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向神祈求 感谢 那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另外的话题 就是关于这个学习Tora 那么在那比传统里边 在学习Tora以前 需要祝福祷告 但学习Tora以后 不需要祝福祷告 为什么 那比怎么回答 那比说 因为你学习Tora和吃饭不一样 你吃饭你肯定会吃饱 对吧 肯定会有满足感 这个学Tora是永远不回 有饱足感的 这个学Tora是越学越饥渴 所以说你永远不会到饱足的时候 那怎么办 那只有在学习Tora以前祷告 好 那么回到我们刚才的经文 那么这个经文 它的开篇有三个单词 对吧 你要吃 你要饱足 你要祝福 你要吃 你要饱足 你要祝福 你仔细考察以后 你会发现这三个单词有个特点 每个单词都有五个字母 这就意味着 这就意味着 每个单词有一个中间字母 对不对 那么你要吃 它的中间字母是 它的中间字母是个 这三个中间字母 正好给拼出祝福 所以说尽管 所以说尽管第一个单词叫你要吃 第二个单词要保住 第三个单词才是祝福 但其实这个吃饭三部曲的核心 都是祝福 都是祝福 祝福是关键 对不对 所以说饭前祷告 饭后感恩 祷告 是释放 食物里边火花的 关键步骤 那么如果你考察 这三个单词的数字 你会发现等于1863 正好是光的数字 207的9倍 所以说 进食的本质 就是释放 食物里边的光 火花 火花就是光 对不对 释放里边的火花 既然如此 你说为什么吃饭要分为三个步骤 你要吃 你要饱足 你要祝福 那么任何三个步骤 那么都可以对应上 生命术的三个属性 你要吃 对应的是恩慈 Hesed 你要饱足 对应的是大能 Gevra 你要祝福 对应的是美丽 Tiferet 为什么你要吃 是恩慈 因为让饱饱 因为让饱饱的人吃饭 是行恩慈 对不对 一个人很饱 没有吃的 你让他吃 那叫Hesed 那么对应的是右边的 亚传 亚伯拉罕 为什么保足 你要保足 是大能 大能的意思是收敛 控制自己 对吧 所以说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你要保足 保足并不是说让你可以大吃大喝 放重自己的食欲 而是什么 而是要控制自己的食欲 你要保足并不是大吃大喝 而是要控制 控制 你的 进食 所以说对应的是左边的以撒 那为什么祝福是美丽呢 因为这是协调右边的 吃 左边的 控制 对吧 右边是让你吃 左边是让你少吃 对不对 你协调好了以后 就是美丽 对应的是中间的雅各 那么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他们有不同的使命 亚伯拉罕的使命是什么 是传福音 对不对 传福音 将神的光 领入 黑暗的使命 那么以撒的使命就不是传福音了 以撒的使命是分辨 善恶 将善 与恶 分离 雅各的使命 是协调 福音的恩典 和分别善恶的审判的 矛盾 对吧 你会发现 这个传福音 你是不管对方是谁的 好人歹人 你都给他传 对不对 因为那叫 那叫 传福音是第一步 对吧 你不要管别人对方是谁 都需要福音 但是第二步就要分辨了 这个人 有好人 有坏人 这个人肯定是有好人 有坏人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也不能够 这个一意孤行 见人就串 你还是要分辨 有些人是好人 有些人 是恶人 这个需要分辨的 对吧 那么这部分是很多基督徒不明白的地方 基督徒不明白 很多时候基督徒上当受骗 就是因为他没有学会 以撒的功课 以撒 他的特点是审判 什么叫审判 审判就是分辨 善与恶 对不对 那么雅各的话呢 是协调右边和左边的矛盾 是学习托罗 学习托罗的结果 是知道真理 与谬误 哪些是真理 哪些是谎言 那么如果你不学习托罗的话呢 你很难分辨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那么 所以说 在吃饭的层面 对不对 你要吃 是将 食物里边的火花 给释放出来 将光 领入黑暗 你要满足 是将食物里边的火花和外壳 给分离出来 你要满足 把它分离出来 那么你要祝福 在你要祝福的这个层面 就是你吸收食物里边的火花 让其福在 附着在 你的灵魂上面 通过祝福 通过祝福 将 火花 提升 回到神那里 将外壳 和废料 排出体外 那么最后 那么最后人得到的 是真理 抛弃的 是谎言 对吧 那么令人震惊的是 同一个数字 1863 你要吃 你要饱足 你要祝福的数字 1863 正好等于 光明 黑暗 or ho sheikh 良善 邪恶 tove ra 真理 谎言 ms shaker 这四个概念 这三组概念 的数字 1863 那么这 就是 进食 吃食物的 奥秘成解经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 长寿的秘诀 那么曾经在1986年 获得诺贝尔生理学 和医学奖的 有一个意大利籍的 犹太人 犹太神经生物学和医生 他的名字叫 Rita Levy Mantosini Mantosini Navi 他是立位人的后裔 那么这个人 他 将长寿的秘诀 总结为三大要素 他本人 活了103岁 没有任何疾病 最后是属于 这个 这个 这个很 安详的 就死了 那么 他将长寿的秘诀 总结为三大条 哪三大条 少睡 就不要睡得太多了 少睡眠 第一条 第二条 控制 进食 就吃东西 就吃东西要有节制 要有节制 不要多吃 那么第三个要求 保持大脑的活跃 好 那么这三个秘诀 其实就是拉比传统 这个拉比的传统 生活方式 对吧 那么首先我们知道 在拉比传统里边 提倡 少睡觉 对吧 让更多的时间 将更多的时间 弹出来 学习托尔 对吧 这个拉比提倡 少睡觉 这个睡觉 不能睡得太多了 对吧 睡觉 睡多了 浪费时间 对吧 所以说这是第一条 少睡眠 这拉比的传统 第二个 那么拉比 少睡觉的目的是干嘛 是用来学托尔 而学习托尔 是保持大脑活跃 思维敏捷的 最有效的方法 这个拉比学习托尔 学一辈子 八九十岁 一百多岁 这个思维是相当的敏捷 那一般的人 这个六七十岁 就开始配话了 这个七八十岁 估计就稀里糊涂了 开始痴呆了 老年痴呆 为什么 他不学习托尔 对不对 那么学习托尔的话 能够保持大脑的思维 清晰 敏捷 对吧 很多拉比这个越老 这个思维越敏捷 这个身体有可能老的走不动 但是大脑是相当的活跃 对吧 那么这个大脑 保持大脑的活跃 是承受的一个秘诀 那么OK 你说这个少睡眠 保持大脑活跃 这个拉比都做到了 那控制进食呢 这个其实也是拉比的一个哈拉哈 这个拉比界 这个比较顶级的拉比 顶级的医生叫 对不对 他在他的哈拉哈里边 有这么一条规定 他说 人不能吃得太饱 对不对 那么人吃东西吃饭 应该保持七分半饱 七分半 不能吃得太饱 对不对 他说 暴饮暴食 对人来说是毒药 这是所有疾病的源头 他说人生病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吃不好的东西 对吧 这个食物本身有问题 你肯定得病 对 你吃的东西有问题 肯定生病 那如果你吃的全是好东西呢 你如果吃的太多 也会生病 对吧 所以说这个控制进食 是保持身体健康 这个长寿 的一个秘诀 那么这其实 就是你要保足的真正的含义 什么叫你要保足 你要知道保足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自己的饮食 对吧 你不要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暴饮暴食 你要吃到七分半 你就保足了 你就知足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 说你要保足 对应的是生命树的左边的大能 大能 是控制 对吧 不要放纵自己 所以说 是控制饮食 那么你要保足的数字 Vesavata 等于七百七十八 正好是生命树 Etschahain 展开的数字 那么告诉我们 亚当夏娃当初犯罪 是因为不知道 控制自己的食欲 对吧 而第一个单词 你要吃 Vesavata 这五个字母 你把它重新排了以后 就成了Vatohau 他吃了 女性的他 这个单词 第一次出现在夏娃 是分别善恶数的 对不对 人犯罪的第一步 是因为他吃了 女旁的他 那么他的修补 就是你要吃 Vavata 对吧 这个相同的五个字母 重新排的组合 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然后和他的意思说 你要吃 而 Tohau 是 他 吃 了 女旁的他 所以说 因为他吃了 那么今天 你要修补他 叫你要吃 对吧 那最后 你要祝福 你要祝福 这五个字母 重新排的组合 叫 Bierhose 对吧 Bierhose 是众多的祝福 因为你的祝福 因为你的祝福 最后的结果 是福 被满盈 福被满意 大大的祝福 会临到你 是吧 Bierhose 是祝福的复述 好吧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分享 到这里结束 那么接下来 我们休息十分钟以后 给大家 自由解答 提问解答 好 大家休息好了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 这个提问 自由解答 第一个问题 有些拉比 看了唐老师的文章 毁谤老师不会奥秘成解极 拉比就不认可 唐老师的奥秘成解极 唐老师你该如何为自己辩解 这些拉比都不信耶稣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么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辩解的 对吧 因为这个 这个我们所有的人 最后面对的都是神 造物主 对不对 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 对神的认识 对托拉的领受 对吧 那么将来都要向神 交账 对吧 这个都要神面前 都要这个全部要 这个摆开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拉比 接不接受我们的解经 这个不重要 因为重要的是将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去交账 这才是重要的问题 重要的这个事情 下面一个问题 犹太人怎么过安息年 真的什么都不做了吗 那么的确现在都不过安息年了 也不过洗年了 那么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 要过安息年 洗年 所有的以色列人必须要在以色列地 所以说他有一个这个叫做 叫做叫路口 找了一个开脱 找了一个开脱 所以说没法遵守 因为今天 这个不单单是以色列12个支派 不在以色列地 就连犹太人 都不全部在以色列地 对吧 都在全世界各个地方 下面一个问题 羊群不同 牧人也不同 对的是这个意思 下面一个问题 评论 拉比因为眼睛被鳞片 遮挡 所以说不认可 唐老师的解经 那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 你这样去思考 那么人有很多特点 其中有一个什么特点 人总是选择 相信自己 愿意相信 人都有这样一个特点 对吧 比方说 那么拉比戒 他的基本的原则 或者说他的基本的定义 现在拉比戒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只要你 你如果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你就不是犹太人 对吧 所以说 尽管我们用的方法 尽管我们用的方法和拉比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结局 这个结论 我们解经的结论 如果指向了耶稣是弥赛亚 那拉比就不会接受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 这个先入为主 对吧 因为他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 如果你用他的方法得出耶稣是弥赛亚 那他当然不能接受你 对吧 对他来说 这个时候方法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结论 如果你的结论不符合他的这个理念 那么他当然不会接受你 这是很正常的 人也是一样的 其他人也是一样的 比方说你看新闻也好 看报道也好 对吧 如果这个新闻报道的内容 和你所相信的不符合 那么你就会忽略他的新闻报道 如果新闻报道的 能够支持你的信仰 你怎么样 你会高举这个新闻报道 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 同样当中 如果用我们相同的方法 去证明一个塔木德里面的概念 那么拉比就会很开心 就会高举这个结论 如果用相同的方法得出耶稣是弥赛亚 那拉比当然不会开心 对不对 那怎么样 他会去压制你的这个结计 这个是 你只要是人都是这样的 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怎么毁谤不毁谤的 说明他是人 不是神 对吧 我们也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也是一样的 那么 在拉比界里面 他也可以找到经文去 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 那怎么办 那你也不会接受他的观点 一个道理 对吧 因为人 他不是全能 不是全知 所以为什么任何事情最后都归根结底到性 emunna 什么叫emunna 所谓的emunna 就是人承认自己 你不管再聪明 你的智慧再多 人都有他的局限性 都是局限性 那么将来我们都要因为我们的行为和言论受到审判 所以说 所以说不管你的这个信仰的东西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后其实重要性都不大 什么意思 比方说 你说这个拉比他如果有这个错误的框架 他必定要捍卫他的错误的框架 那么基督教也是一样的 基督教他也有错误的框架 他也会去捍卫他的框架 对吧 一些对经文的理解 对圣经的理解 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定完全正确的 对吧 没有任何人能够把圣经完完全全的百分之百的领受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是人你不是神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个层面上 这个最后的审判他其实不会那么严格 对吧 就是说你对圣经的错误的理解 他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审判他不会那么严格 真正严格在哪里 在于你怎么去做 你有没有因为这些神学观点的不同 去拿香哈拉 用你的恶言去攻击他人 有没有想去伤害他人 有没有去这个造谣 撒谎欺骗人 对不对 你必须要意识到自己所知道的不是完全 所以说这就因为这一点 那么在任何问题上你就要学会一个谦卑 对不对 即使别人不同你的观点 你也不要去生气 不要去发火 这个每个人这个是水平不一样 程度不一样 你没有必要去和他去急 也没有必要去和他辩论 对我们学了这么多以后 我们发现这个辩论是最没有意义的 每个人你的领受的水平高低不一样 你跟他有什么好辩论的 你不在一个层面上 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你有什么好辩论的 对最后辩论的这个 这个耳红脸这个面红耳赤 这个也没有结果 对吧也不造就人 这么一个问题 请问行动层 对于欲望吗 可以这样理解对吧 行动层的话叫 Olan Asia Asia就是Asha 就是行动 行动的话呢 对应的是这个Nepheesh Nepheesh里边当然是欲望 对吧 下面一个问题 没有圣殿安息没法过 这也是拉比的观点 对吧 没有圣殿他没法过 没法过安息年 对吧 那其实这个的话 圣殿是一方面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他说 这个以色列必须要12个支派 都在以色列地 这个是没法做到的 对不对 你即使所有的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地 那其他的支派呢 对不对 下面一个问题 神造着中国基督徒的情况 给了我们唐老师 我们只有感谢神的恩典 所以说这个 这个每个人 他的出现 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 尽管别人 讲的和你不一样 也有他的原因 没有必要去 相互的攻击 对吧 相互的指责 对吧 这个东西 说白了 即使你的鸵儿的知识很高 那很有可能是你的起点高啊 对吧 你的起点高 那最后你审判的时候 你的赏赐不一定也很大 你的起点很高 对吧 换过来说 如果你的这个鸵儿的知识很低 你将来的赏赐不一定就很小 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你的起点很低 下面一个问题 阿尔绕 旷野最后一代 旷野一代轮回末世 闲杂人成为宗教领袖 对吧 这个以前给分享过 对吧 所以说这个拉比解经 对吧 这个拉比解经的话 其实这个你要看 我跟你讲 这个像我们学多了以后 就会发现这个拉比解经 也有这个高水平的 也有低水平的 对吧 这个其实一样的 就好像这个基督教里边 也是一样的 有高端的 有低端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分享的 我们都是选高端的 对吧 低端的拉比的解经 我们一般不分享 对吧 没有任何意义 我自己都知道 我干嘛要分享它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以色列渔民 这个这个尽量 是选择拉比的高端分享 回避低端分享 对吧 这样才能造就人 这么一个问题 曾广贤文说 人情是指 脏脏薄 这是历史上 圣经里边 但是历史上 圣经里边 也有约拉旦和大卫 这样为朋友舍命的关系 请问 人们关系的真假好坏 是在于对方灵性 灵魂性格元素的契合 还是在于彼此的自由选择 命定还是争取 那么这个人际关系的话呢 这个应该是一种什么呢 应该是命定 对不对 这个你喜欢一个人 你不喜欢一个人 这个东西 你是没法去刻意的去做的 对不对 人与人之间 你突然有一个人 你对他就是 你感觉就好像很亲近 对吧 有可能你这一辈子 就见过一次面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一见如故 对不对 怎么会有这样一种成语 叫一见如故 你就见了一次面 就好像故人一样 反过来 有可能你生活了一辈子 对不对 没有任何感觉 对吧 你比方说 你 有些人和你 可能每天都在一起 没有任何感觉 那么这些其实都不是一种后天 这是先天 对吧 唯一的解释 从卡巴拉的角度解释 任何一个人 那么 你能够在今生今世发生关系 都是一种命定 都是一种命定 对吧 都是修补 都是修补 对吧 在灵界都是有原因的 那么有的人也会刻意去改变关系 这也是修补 对吧 这也是修补 但是呢 那种天然的吸引力 那是一种命定 对吧 下面一个问题 神为什么要造人 那么其实按照我们以前的这个学习 神造人的目的 是为了与人生活在一起 与人同居 这是神造人的目的 对吧 你从什么地方知道 这个 这个拉比特卡巴拉是这样讲的 圣经的新约 神的藏目要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居 这是神造人的真正的目的 对不对 是为了与人同居 下面一个问题 行动层 改造层的过渡点在哪里 有具体什么位置吗 过渡点 那么行动层的话 我们叫欧兰 阿西亚 改造层叫欧兰 欧兰 欧兰 这个拉比解经说 这个改造层是天使 的世界 而行动层 其实也是天使 不同的天使 在行动界的天使 叫欧发密 轮子 对 在改造界的天使 就是其他的天使 那么 这两层世界的过渡点在哪里 那么以前我听到有一种说法 是人的情感 对吧 因为改造层 对应的是人的情感 对吧 所以说 他的过渡点是人的情感 就好像 这个 在人的身体里边 这个灵魂与身体的过渡点 是在血液里边一样 对吧 在血液里边 那是一个过渡 中间地带 那么同样的道理 这个 和身体的中间地带 过渡点 应该是他的情感 人的情感 那么具体怎么样呢 我倒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以前 听过 对吧 说这个人的情感 那么 和这个改造界的天使 也是有关系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天使 改造界的天使 是人在地上的情感的表述 比方说 你在地上发露 那么在改造界 就会创造出一种 发露的天使 你在地上 嫉妒 那么在改造界 就会创造出 对于你的 嫉妒的天使 对吧 如果你在地上 充满了爱心 那么你在 在这个改造成 就会创造出 针对你的 爱的天使 对吧 所以说 比如说 为什么 你在地上 比方说 你家里边养 养一瓶花 什么之类的 你每天对它 表示你的爱 这个花草树木 都会长得很好的 对不对 反过来 你家里边 同样 花草树木 每天对它 咒骂咒诅 那么这个花草树木 也会 萎缩的 你说为什么 因为你在地上的情感 在灵界 会创造天使 对不对 而这些天使 反过来 会影响到 这个物界的 这些生物 对吧 因为物界的 任何一个生物 它的生长 都是因为在这个改造界 有对应的天使 这个天使之间 发生作用 当然会影响到 这个物界 对吧 所以说 为什么说 一个人的情绪 情感 会让人生病 或者健康 一个道理 这是天使的原因 那是这个物界 影响到灵界 灵界反过来 反作用 又体现在物界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今天好坏 是因为有善恶 苦难 幸福 等二元对比 如果新天新地 反面都不存在了 那就没有好 与不好 生活会不会很单调 那么这个你不用去担心 这个你不用去担心 你不用去担心 将来新天新地 没有引诱了 我会不会很孤单 这个不是你担心的事情 这是神的设计 新天新地 肯定是比现在 好得不得了 对吧 你今天生老病死 一些都短暂 稍重即逝 将来是永生 没有人知道 将来世界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 但是唯一知道的是特别的好 因为这是神创造的终极目的 那么一个问题 请问 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加拿 婚宴 死水 变酒 这个神迹是特定的记号吗 希伯来文里边神迹就是记号吗 那么神迹的话 这个希伯来文 一般叫内斯 内斯的话是旗的意思 小红旗 这个记号是要人认出弥赛亚吗 在图拉里有预表这个神迹的意义吗 这个以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 对不对 这个以前我们专门有文章 对吧 这个神迹变 这个这个变久 这个有很多层解经 很多层解经 对吧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一下想不起来了 这个需要去查考一下 我们以前的分享 下面问题 盐巴在临界的属灵预表 除了圣结还有什么意义 这个我们倒没有说盐巴代表圣结 对吧 我们刚才讲的是盐巴 是矿物质王国里边 提升火花的最关键的一个 矿物质 对不对 最关键的 但是盐巴的话呢 以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 在马太福音里边提到做光做盐 做光 和做盐 是耶稣给他的门徒的要求 做光 就是发光 而做盐 是让他人发光 你说为什么 因为放盐必须要适量不能放多了 这个光 那当然要多 才能驱散黑暗 但盐不能放多了 对不对 这个你做一锅汤 放一点点盐 就把味道 给拧出来 把汤的潜能 给释放出来了 但你不能宣宾夺主 对吧 你不可能一锅汤 一杯水 一斤盐 那没法喝了 这个对不对 你不能够 就是盐巴不能成为 核心 盐巴只能做点缀 对吧 所以什么叫做光做盐 做光就是你在 发光 照亮别人 做盐 是你让别人发光 你做铺垫 对吧 你辅助 让别人发光 下面一个问题 盐在古代 稀缺物质 现在盐很便宜 为什么现在许多人 每天盐的摄入 严重超量 对啊 这就是宣宾夺主啊 盐不能 这个摄入多了 对吧 所以说你说 有什么属灵的征兆 很简单 太自我了 涉盐 严重超量 代表自我膨胀 盐 必须要适量 你过量了 这要自以为是 自高自大 这是漠视的一个征兆 下面一个问题 加点 我都不加点 下面一个问题 比逊和那里的精子是好的 如何理解 难道还有不好的精子吗 那么这个问题提的好 那么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圣经啊 创世纪越往前面越深 对不对 这个第一节经文 起初神创造天地 可以解经解一年 也解不完 凡出现在创世纪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的 经文都是相当的深 这个没有一般的这个研究学习 你没法解出来的 为什么比逊和的精子是好的 这个深的不得了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经 还没有学到 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肯定是很深的解经 下面一个问题 还有水 古代水是不花钱的 现在水要花钱 属灵征兆 对吧 那么的确这个你说 这个水要花钱 这个属于人的贪恋 对不对 什么都要钱 贪恋 下面一个问题 赛特的样式和亚当相似 为何盖颖和亚伯没有这样去描写 难道他们不是亚当的孩子吗 的确有这样一种解经 对吧 这个解经也是有很多的 对吧 说有一种解经认为该隐 是蛇和夏瓦生的 蛇的种子 亚伯的话呢 是亚当的种子 但是估计受到一些玷污 对吧 那么当生赛特的时候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存种的 是亚当和夏瓦的存种 对吧 那么 你也不用去担心这个该隐和亚伯了 都是都死了 两个人都死了 对吧 那么今天的人类 都是赛特的后裔 但是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盖颖的后裔的 那个叫什么 叫 拉阿米 拉阿玛 拉玛 对吧 后来嫁给这个洛亚 做了妻子 所以说这两个 这个后裔又 又又又又合一了 下面个问题 请问 现在路过的乞丐 无人捐钱帮助 给狗子每个月的狗粮 人是愿意的 为什么当代人不像亚当 像牲畜一般 该死 比不过一条狗 还有养狗的 不想养 就随便扔大街 就像女人 修掉丈夫 丈夫修掉妻子 要不要杀了 全地部分的人 因为全败坏了 好 那么这其实就说明 这个人 末世越来越败坏了 的确如此 对吧 人的属灵的生命 是一代不如一代的 是一种退化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 在圣经里面早就启示了 在冒失的时候 人的不法的心 不法的 就不遵守律法的 会越来越多 人会更加的狂妄 更加的贪恋 更加的骄傲 更加的不敬畏神 更加的误会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当代 这些都是征兆 告诉我们 那最后的日子 已经尽了 为什么当代中国人 有些乞丐 一条狗都不如 为什么无人帮助乞丐 为什么富足人 不关心卑微的 这个刚才已经讲了 对吧 这是人性的败坏 对吧 败坏了 下面一个问题 如果马拉今天能上市的话 是不是所有的 ICU里的患者 都能马拉当作 肠外科补充营养了 那么这个其实这个问题 没有任何意义 对吧 什么叫做马拉能够上市 这个马拉就那么一次 四十年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和某些心智不健全 总是喘祸 很多负面能量的 所谓的信徒应该保持距离吗 这样的人如何以爱相待 那么的确 在这个世界上 无其不有 稀奇古怪的什么都有 对不对 稀奇古怪的人很多的 那么生的儿女 应该有智慧 有通达 有知识 对不对 那么和人 保持距离是正常的 也是应该的 对不对 所谓的物以内聚 从你的朋友就能看出你是哪一种人 对不对 物以内聚 对不对 臭味相同的人总是聚在一起 对不对 神的百姓没有必要和所有的人打成一片 神的百姓是要怎么样 要分别为圣 什么叫分别为圣 我的名啊 要从他 里边 分离出来 下面一个问题 赞美的作用是什么 既然神自由拥有 全知 全能 为什么经常强调人要赞美神 如果不赞美神 会有什么后果 那么这个其实很简单 赞美 对不对 赞美神 赞美神的目的 是让人 在地上能够蒙福 对吧 并不是说神蒙福 神当然 对不对 你赞美神 你咒诅神 对神没有任何影响 影响到的是你自己 赞美神的目的 功用 结果 是让神的丰盛 能够进入你的生命 最后蒙福的是你自己 如果你不赞美神的话 什么后果 你会越来越贫穷 越来越苦难 将失去希望 对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聚会和学习时 有些捣乱的人 来 嚼找 惹人的怒气 这是如果不发怒 写黑那也会离开吗 你笑吗 也会受到伤害吗 那么这个捣乱的人 对不对 那么我们也要有智慧 对吧 我们不要因为捣乱的人 生气 要控制自己 对吧 这个人很容易生气 但是呢 学会控制自己 你就能得着赏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些捣乱的人也是神派来的 为了提升我们自己的灵魂 对吧 就好像撒旦一样 撒旦也是神派来的 创造出来的 为什么 为了提升人啊 对吧 当你战胜了 撒旦的引诱 你就会被提升 同样的道理 这些捣乱的人 对吧 你不要因为这些捣乱的人而生气 你就得着了提升 下面一个问题 能请你重述一下 生命树上 生命树上各个原址都对应 哪些位先父先母 那么这个最有名的是什么 叫七个牧人 这是最标准 最简单 最经典的 黑色的对应是亚伯拉罕 有两个也可以说有三个 最开始是拉杰 拉杰是猫糊 后来是以扫 以扫也是猫糊 最后是大卫 David 王国有三个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还有通达 Bina 是利亚 利亚是很高的 通达 如果利亚是通达 那么拉杰 就是王国 那么这个hochma 智慧的话 没有听到任何这方面的传统 最高的就是利亚 下面一个问题 卡巴拉讲 扩张和收缩 光是扩张 气灵是收缩 那为什么 迦南地上空的光 变成了马拉 结果反而变大了 不是应该变小吗 那么其实刚才已经讲了 一个气灵里边 的光 让它凝聚 对 让它凝聚 没有一个凝聚力 没有一个核心 核子 那么它就扩张了 你可以这样理解 没有这个凝聚力 就好像一个物体 我们说 任何一个地方体 有六个面 但是它还有一个点 就中间有一个点 是第七 因为这个点 将六个面怎么样 把它聚集在一起 这个七就相当于安息日 把六天凝聚在一起 对吧 你没有这个中间的这个七 那么这个六个面 就没有凝聚力了 下面一个问题 受洗 为什么有 净水和点水里 基督都可以点水吗 那么其实这个 可以从这个圣殿的 这些诫命里边可以学到 比方说 受洗 净洗 叫 那么这个 祭司 在圣殿 要侍奉以前 会进洗 但同时也会点水 也有点水里 所以说进洗和点水 在土耳里面都有 但是在基督教里边 讲到的这个洗礼 叫MIGV 应该是禁水 为什么 因为它代表的 是死里复活 对吧 死里复活 就必须要在水里边 死掉 对不对 所以基督徒 他的第一步 是死里复活 称为新造的人 对吧 这个叫受洗 受洗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浸在水里边 那么这个点水的话呢 这个天主教喜欢搞 但是其实这个点水 在土耳里边也有 对吧 下面一个问题 唐老师以前是受洗的 基督徒吗 当然以前我都是禁洗 对不对 禁洗 禁在水里边 然后从水里边出来 代表死里复活 下面一个问题 今天提到的百岁医学家 有可能心脏死亡吗 心脏 骤停 西伯来文 数字吗 可以公开吗 这个要去研究 对吧 这个不知道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饭不能吃太多 学习妥华需要节制吗 那么刚才都讲了 对吧 就说这个妥华学习啊 它不会让人满足 因为这个妥华是神的话 永远没有止境 学妥华是没有止境的 对吧 说说学妥华 没有节制 下面一个问题 为什么亚丹 跟着夏娃也吃了 竟然是修补 我们没有说亚丹吃是修补 我们说今天我们吃是修补 对吧 亚丹当年吃是犯罪 对吧 那你说为什么亚丹要吃 很多解经呢 对吧 很多解经 其中有一个解经 就说 为什么夏娃要让亚丹吃 夏娃说如果我吃了这个果子 我要死了 亚丹那不知道和他的脑相好 又要相好了 又要相好了 我不能让他 对吧 所以说我给他吃 这是一种解经 拉比解经 第二种解经拉比说OK 这个亚丹想 这个夏娃要死了 夏娃要死了 我就没有妻子 我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我还不如和他一起死 第二种解经 对吧 下面一个问题 老师解释一下三位议题好吗 那么三位议题的话呢 是卡巴拉的一个概念 说白了 对吧 卡巴拉的概念 右边 左边 中间 生命术就是三位议题 对不对 这三位议题是个陀拉的概念 但是呢 基督教把它 领受为神 这是错误的 这三位议题的概念太多了 这个陀拉里面可以找到大量的 比方说 比方说亚伯拉罕 以撒 亚哥 三位议题 以色列 立位人 祭司 三位议题 智慧通达知识 三位议题 对不对 三位议题 对吧 父亲母亲儿子 三位议题 对不对 理智诚 情感诚 行动诚 三位议题 这个多得一塌糊涂 陀拉里面大量的出现 对不对 纳比传统说 世界 站立于三根支柱 黑色 对吧 阿伯达 和托拉 黑色 给出恩词 阿伯达 侍奉 祷告 托拉 托拉学习 对不对 白话一点 世界 站立于 三大支柱 三位议题 爱 就是恩词嘛 审判 审判 祷告 侍奉 对不对 最后是托拉的学习 也是三位议题 对不对 那么基督教把它发展为 圣父圣子圣灵 这个有点 这是没有托拉依据的 对吧 因为你不可能 说神在源头是三 你说如果神在下降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三 这个没问题 这很正常的 神有很多名字 对啊 你可以把这个 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 这个耶和华 你可以把它 理解为 父亲 可以把他理解为母亲 对吧 阿德纳 你说我这个是 第三位 也可以 这个没问题的 怎么样去理解都可以 但在源头 你不可能说是三 源头只有可能是一 如果你源头说是三 那就是一端了 那是拜偶像 对吧 所以说为什么说 以色列你要听 耶和华 我们的神 耶和华是一 那你说为什么 有必要去强调吗 当然有必要了 因为你学习统啊 你发现太多的三位议题了 所以说你说 那么多三位议题 那么或许神在源头 也是三位议题 对吧 就连其他的义 这个义教 他也有三位议题 印度教也有三位议题 对不对 印度教里边也有什么 这个叫做创造的神 对吧 然后是毁灭的神 然后是什么 重生的神 也是三位议题 对不对 这个埃及里的这些神话 也是三位议题 多得一大活动 现在一个问题 请问 我现在听一些牧师的道 明显感觉自由发挥 唯背土耳卡布拉 有些奥秘城知识 他们没有学 教导人莫名其妙的东西 这样的人我们 不能指证吗 你当然可以指证 如果他愿意听的话 对不对 如果他愿意听的话 你当然可以指证他 他不愿意听 你也可以指证他 但是你不要脑袋纠缠他 对吧 点到为止 对吧 我认为老底家需要化妆的卡布拉托 把奥秘城 卫装成简单城 传给他们 你怎么看 不管你怎么样弄 对吧 他要接受就对了 对吧 他不接受的话呢 你点到为止 下面问题 那么难得在外面碰到妓女淫妇 也觉得对眼睛 也是命定吗 那这个东西 那不是命定 那叫引诱 那是很 这个 这个叫肉体的引诱 那个对眼睛不是命定 这有点自由发挥了 对不对 那叫自由发挥 那真的叫自由发挥 那叫什么 那叫情欲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我们人类所处的不是行动层吗 物质世界和行动层 是不是一个世界 不是 那么是这样讲的 即使这个行动层 欧郎 阿西亚 它其实也是凝结 我们今天的这个physical world 那么是属于行动层里边的一部分 对吧 这个意思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如果陷入了诱惑 又是什么 这个妓女又会怎么看待 这个背叛妻子男人如何对待 那么这个就要诱惑 对吧 你要去抵挡 去抵挡 而且要避免 对吧 这个以前给大家分享过 说在拉比里面有这样一个比方 就说 在你回家的路上有两条路 那么一条路的话呢 叫远路 会绕 绕道 但是绕道的话呢 那个路上没有什么动作 另外一条路回家 叫进路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节省很多路程 但是呢 在这条路要经过一条河 河里边有很多女人在洗澡 有很多美女在洗澡 那么你选择回家 你应该选择哪条路 如果你说啊 我要选择进路回家 好学习 那么你是个恶人 你是为什么 因为你的真正的动机 是想去看河边洗澡的女人 找了个理由 你说啊 那是进路 那么如果你选择 绕道回家 那么你是一个义人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在河边洗澡的女人 对你是个隐忧 那么你最好的 最安全的选择 是避开她 不要去和她接触 这才是一个义人 对不对 所以说你明明知道 那是一个诱惑 你说啊 这是神的命定 我要战胜欲望 我怎么样战胜欲望 我不需要和他有接触啊 对不对 那你就上当了 你要避开她 那才 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对不对 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诱惑 你不要说啊 这就是命定 那么其实你心里边 已经起恶了 对不对 你自己在欺骗自己 对不对 那么正确的选择 避开她 对不对 那个问题 请问 对食物敏感 有一点不洁净就会呕吐 平时也很注意 偶尔会吃玩饭 不是会吐 这种犹太人会有什么说法 这个没有什么说法 对吧 有可能你身体方面有问题 对吧 这个就不知道 这个有可能会不会是你身体需要 有什么问题 那么灵界的话呢 那说明你对食物很敏感 对吧 按照我们唯一可以理解 领受的话 就是OK 会不会是因为你 这个 获取这个食物里边的圣洁火花 这个工作尚未成熟 对吧 所以说对你这个把它吐出来 这个不知道 这个我们只能猜测 好 那么今天的话呢 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好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做一个 散会的祷告 感谢你阿爸父 在你今天分别为圣的圣安喜日 带领我们弟兄姊妹 来学习